这个也是中国古代典型的王都王城的布局结构 从城市的设计布局 建筑的形制到建筑材料的构造来看 这座隐藏在山间的古代大城市 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的特点 和秦都咸阳 汉都长安的情形十分相像 可以想见 当年在敏越国内 效仿中原文化已经未然成风 无论这座城市是无珠或是愚善修建 它都表现出了当时敏越族对中原文化的倾心 也说明敏越国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方面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这样一座苦心经营的大城市 却并没有长久地延续自己的繁华 它的历史结束得很突然 而且之后完全被废弃 再也没有重建 究竟发生过什么惨烈的事件 使得繁华似锦的过去在刹那间消失呢 根据史书记载 无珠始终于中央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他的带领下 敏越国发展很快 实力逐渐增强 无珠死后 敏越国开始表现出野心 对周边王国频繁发动战争 成为一股强大的割据实力 于善培制起了自己的党羽 被封为东越王后 分裂意图更加明显 他企图独霸一方 公元前110年 于善思克遇洗 自立为帝 汉武帝立即派遣四路大军 围剿敏越国 大兵压境 敏越国内部出现了纷争 于善被谋杀 立国92年的敏越国 就这样匆忙地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坚固的城墙和锋利的兵器 变得毫无用处 城门被打开 人们恭敬地迎接强大的中央军队来到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投降后的和平 而是更大的苦难 汉武帝为了消除后患 强迫敏越 举国前往江淮内地 并让军队焚毁敏越国的城池宫殿 城村王城可能就在这次历史的劫难中被毁灭 大火吞噬了曾经的富足和安逸 城里的贵族被迫远走他乡 在王城一直出土的这堆成捆的建筑 还没有来得及使用 就被永远地埋在了地下 在被遗忘了两千多年后 敏越古城又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敏越古国也重新受到现代人的关注 但是古国的面貌仍旧环绕着挥不去的迷雾 只有两千多年未曾枯竭的古泉水 依旧连接着遥远的时空 涌动着这一片土地上曾经的故事 打断煤 双圣 双圣 与